警告 觀賞本影片可會令你產生噁心或不舒服的心理反應 所以如果你的腎值不夠高 建議各位還是關掉這支影片吧 好 該說我都說啦 既然前面的話已經說完了 你還沒離開 那代表你們做好心理準備啦 歡迎來到Duel Monster世界 哈囉各位瘋暴犬大家好我是帥狗怨恥力與你同在 今天帥狗來講一個令人相當的共鳴感的故事 這是遊戲王卡片故事裡面 一個普通的男人 跟世界上最恐怖的東西奮鬥的故事 但在故事開始之前 我想問各位一個問題 各位你怕蟑螂嗎 蟑螂很有可能是這個世界上最頑強的生物 甚至有科學家說過 要是哪天地球環境連蟑螂都活不下去 那麼地球上所有生物估計也都要GG了 由此可見蟑螂的生命力是多麼的頑強 這實在是太恐怖了 對了順便跟大家補充個冷知識 各位你們知道為什麼蟑螂會飛嗎 我還記得小時候聽過長輩跟我說 只有磁性的蟑螂會飛 因為牠懷孕了 為了提高種族延續的機率 所以通常只有母蟑螂會飛 但事實上 經科學證實並不是這樣 是所有的蟑螂都會飛 那牠們會飛的理由很簡單 第一就是受到驚嚇 第二個原因就是 雄性蟑螂受到磁性蟑螂 散發出費洛蒙的影響 才會起飛求偶 不然一般情況下 嘎抓是不會飛的 還有還有 蟑螂是絕對不會飛向人類的 喔好恐怖喔 這個畫面一想就全身不舒服 那為什麼牠們會衝向人類呢 那個時候都是失控的時候啦 就是方向盤沒有握好 才會衝向他們逃離的目標 這就感覺有點像是 我以前玩卡麗絲的時候 欸對我玩卡麗絲 牠的符文都叫做會飛的蟑螂 怎麼樣恐怖吧 我玩卡麗絲的時候 通常都是為了逃避才會開我的E飛行技能 但是每次一手滑 都飛到敵人正中央裡面 直接被秒殺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蟑螂是附屈光線的生物 所以越黑的地方 牠越愛 那麼人類的黑頭髮 以及緊張時張開的大嘴巴 都是蟑螂的首要目標啊 所以要保證蟑螂不會往我們身上衝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黑色的頭髮染成亮色的 然後閉嘴 不然就準備吃豐富的蛋白質吧 好所以說是所有的嘎抓都會飛 並不是只有雌性蟑螂會飛 怎麼樣看帥狗影片 長些奇怪的姿勢吧 那我們接下來回頭聊聊 遊戲王卡世界裡面的 嘎抓 有成G 在遊戲王卡這個無奇不有的世界裡面呢 有一系列的卡叫做G系列 其中一個比較異類的就是 G戰隊 還記得我最敬重的大主播湯米 剛開始跟他交流遊戲王卡時 他就是玩G戰隊 這個非常反主流的牌組 那這個G系列卡片呢 有其中一張特別令決鬥者喜歡 大家都很氣重他 那就是真子的G 我們遊戲王玩家習慣稱他為手坑 所謂的手坑呢 就是可以直接從手牌直接丟出來的坑 而這種坑 往往可以斷對手做招 或是干擾對手出牌的節奏 把董吸個馬的效果 我可以特殊召喚 特招啊 真子的G 又是G 所以這種手坑啊 在現在的遊戲環境 是非常的重要 幾乎所有人的牌組都一定會有手坑 而這張真子的G 更是手坑界的佼佼者 他的效果是 每當對手進行特殊召喚時 我們自己就可以從牌組抽一張卡 那有在玩TCG遊戲的玩家應該都很清楚 每一張手牌都是一個機會 每一個手牌都是我們玩遊戲重要的資源 所以真子的G只要丟的好 他能夠帶給我們資源量是難以估計的 而相對 正在做招的對手也會非常擔心 我現在繼續演下去 會不會給對手太多的資源 導致自己敗北 所以這一張真子的G 上市這麼多年了 還是一張非常熱門 在許多牌組裡面都容易看到的卡片 甚至在歐美TCG進卡表裡面 這張真實的G都是他們極度重視的一張卡片 進去蹲哪G 好簡單介紹完G的廢址 讓我們接下來來看這個故事吧 小強 你怎麼了小強 你怎麼躲在兩個冰箱之間 為什麼連客廳櫃子裡面都有蟑螂 而且還這麼多隻 最可怕的還是會飛的蟑螂 不要過來啊 為什麼連我的榻榻米上面都有G 不行啦我要全副武裝 拿起我的鍋蓋以及我的包子 來對付這些可怕的G 啊 Entwick members 它已經爬到我手上 救命囉 嘿我們說完這個故事了 接下來各位可以聽影片中 那位可憐的男子莫ativas 影片中此外從頭到尾沒有 露臉的男子呢 他的房子裡面出現了恐怖的G 而這些G總是出现在房子的陰影處 也有可能出現在廚房 有可能出現在客廳 出現在妳我的工作室内 或者是出現在我的嘆息之逼這裡 拜託 千萬不要出現在這裡 那把這些劇這麼的氣吧 我們玩家到底該怎麼辦啊 這沒有蟑螂藥的贊助商贊助本次影片 但是在這影片有大多數的內容 是羅技4K製作完成的 休息乾爹 看到嘎抓你會怎麼辦 要嘛拿鹹的藍白拖 不然就是拿蒼蠅拍或是殺蟲劑 而這個故事的男子 他選擇拿報紙 加一個透明的鍋蓋來對付G 但是真的太恐怖了 G啊居然跑到他的手上了 而這個故事到這邊就戛然而止 光想都覺得不舒服啊 好看完前面的故事 相信各位一定會感到好奇喔 這次故事裡面出現的卡片 究竟是哪幾張呢 那撇除掉各位熟悉的真摯的G 這些卡片有 黑光的G 這是一張地屬性等級1的昆蟲族效果怪獸 效果 商判階段以外 對方場上剛好一體同步怪獸特充召喚時 可以移除我方目的的此卡 選擇該特充召喚的一體同步怪獸來發動 選擇特充召喚怪獸破壞 是一張很老的卡 就單純針對同步怪獸去破壞而已 第二張 飛翔的G 基本屬性一樣 只是這張卡變成等級3 哇會飛果然比較高級喔 那它的效果是 傷害計算以外 對方怪獸召喚 透過召喚成功時可以發動 從我方手牌 以表測的手臂表示 透過召喚此卡到場上 此卡表測表示存在危險 我方不能超量召喚 只要條件達成 就能夠替自己增加一隻怪獸的扣打 而且只說不能超量召喚 你還是可以連結或是同步 甚至拿去融合 應戰的G 等級變成4啦 越來越高級耶 攻擊力防禦力1400 效果 對手將包含特殊召喚效果的魔法卡 發動時可以發動 從我手牌特殊召喚此卡 第二個效果 此卡以第一個效果 特殊召喚場上時為限 送入墓地的卡 不送入墓地而是除外 第三個效果 此卡從場上被送入墓地的場合可以發動 從牌組將一體 應戰的G以外的 攻擊力1500分以下的 昆蟲族地屬性怪獸加入手牌 這張卡的效果比較微妙喔 簡單來說 對手發動類似死而蘇醒這種魔法卡時 這張卡可以從手牌自己起跳 對峙的G 等級5 攻擊力1100防禦2500 效果 傷害計算以外 對方從額外牌組特殊召喚怪獸成功時 可以發動 從我方手牌特殊召喚此卡 此效果特殊召喚此卡 不受此卡為對象的 效果怪獸的效果影響 對方只要從額外牌組特殊召喚怪獸 這張卡直接起跳 而且還獲得了 針對怪獸的指定抗性 最後一張也是我精神上覺得最恐怖的一張 接觸的G 等級6 攻擊力1500防禦2000 效果 對手將怪獸召喚 特殊召喚成功時可以發動 從我手牌將此卡在對手場上 守備表示特殊召喚 第二個效果 此卡與怪獸區域存在危險 此卡的控制者進行融合 同步 超量 連結召喚的場合 僅能進行將此卡作為素材的融合同步超量連結召喚 這張卡的存在意義就是卡住對手的展開點 因為現在遊戲王卡的特殊召喚 往往都是綁卡片系列的名字或是卡片的種族 所以這個G啊 不論是名字或是種族 理論上都是不對頭的 因此他能夠有效的終止對手的演出 不過話雖然這麼說 但是實際看了賽場上的卡表 這張卡帶的人真的非常的稀少啊 再來要跟大家聊的是 G名稱的翻譯喔 他名字的變化 有可能是遊戲王史上最有趣的案例之一 日文原文叫做曾子的G 可是這個字呢 一到了美國就變成了C 曾經有觀眾的視訊來問我 為什麼會有這種改變 那藉這個機會來回答這位觀眾的問題喔 原因很簡單 其實這個C啊 是英文蟑螂單字的字首 所以同理可證 這個G是日文蟑螂Cocibri的第一個字母 那一樣的條件 到了中文版變成曾子的Z 剩下的國家 法國 德國 義大利 葡萄牙 西班牙 全都送C這個字母 比較特別的是韓國的情況 我不確定我找的對不對啊 不過我在Google上看到的是叫做 帕奇姆的昆蟲 如果沒有找錯的話 他應該變成曾子的B 但在韓國的卡片裡面呢 他一樣使用的是G這個字母 好啦以上就是這支影片 全部內容 希望各位看了之後 還吃得下飯 那麼希望我們有機會再見 See you